军武自卫面,风铃火山,最近十年来,中国已超越历史上,所有海军强国崛起的速度,打造了世界上规模第二大的海军。 一艘接一艘的新型战舰的下水让国人目不暇接,在批量下饺子的过程中,中国也不断对现有技术改进提高。 当初的052C8052D在到如今的055万吨大区,除了垂发单元数量的增加和主炮口径的变化,另一个重要的改进,就是舰上的进防速射炮的变化。 今天笔哲就来聊聊中国海军舰艇上进防火力的发展。 战列舰显示大量安装的副炮,以前的战舰除了搭载大口径主炮外,还在显示安装大量中口径的副炮。 主要用来在近距离打击敌方驱逐舰和鱼类挺泥类的高速目标。 但随着二战中海军航空兵的崛起,军舰的防空压力越来越大,副炮的主要任务也变为对空防御。 二战中美军在战略舰上安装了大量的伯伏茨40毫米速射炮,承担舰队防空的任务。 二战美军战舰上大量装备的伯伏茨40毫米高射炮,日本在大合级战略舰的闲侧上,甚至全部安装小口径速射炮。 其150毫米的中口径副炮直接安装在建兽主炮上,战略舰上大量的如数之般密集的防空炮一旦开火,就会形成一片金属弹幕。 任何飞机也飞不过,大和好战略舰在选侧全部安装小口径速射炮,但这种以增加数量来提高防空效率的方法,面对二战的螺旋桨飞机还能应付。 但面对战后的反舰导弹,特别是略海飞行的超音速反舰导弹,这种靠人力操作的防空炮根本不起作用。 所以要想提高拦截概率,就必须提高防空炮的射速,这就导致了现代军舰上普遍装备的小口径进防速射炮的出现。 这种火炮的原理,就是18世纪的加特林毒管机枪,采用电动机作为动力,口径在30毫米左右,射速高达每分钟上千发,在短时间内就能发射大量炮弹,形成一道金属弹幕拦截来袭目标。 美国密集镇进防炮,俄罗斯弯弹炮进防系统,上世纪80年代,我军大量装备,的051型驱逐上的防空火力,只能依靠老师,的61-37毫米高炮。 这种火炮在技术上,和二战中的人力操作的防空炮没有区别,射速只有每分钟360发,面对高速飞行的反舰导弹和战机根本毫无作用。 051型驱逐渐,除了反舰能力突出外,在防空,反舰能力上都很弱,因此常被外军嘲笑为大号导弹艇。 611是37毫米防空炮,为了改变舰在防空炮落后的局面,中国决定接近外国先进技术,研制新一代进防武器系统。 1987年,在接近意大利布雷达40毫米,舰炮的基础上中国研制成功了76A型37毫米电载防空炮。 这种火炮采用双重命中体制,即在目标距离较远时发射流线弹,用爆炸冲击波和碎片来拦截目标,在距离较近时发射,穿脚弹对目标直接命中摧毁。 但在实际使用中,76A型舰炮由于射速较低,根本无法短时间发射,大量穿甲弹,形成弹幕拦截目标,只能依靠破片杀伤机制,拦截成功率不高。 76A型37毫米防空炮,随着90年代中国从俄罗斯的眼镜四艘现代极区逐渐到来,其上面装备的AK-630型舰防速射炮也进入我军服役。 这款火炮采用630毫米,最高射速每分钟3000发,是真正的进防速射系统,比76A型不知强多少。 但这门炮体积和重量太大,而且只能发射高爆弹,精度也不够,所以我们并没有将AK-630作为下一代进防武器系统的技术参考。 俄罗斯AK-630型进防炮,荷兰手门员进防炮,后来接近荷兰手门员进防炮的基础上,中国研制出了新型HPA-12型730毫米进防炮,也就是只米口中的730进防炮,大量安装在054A型护卫舰和052C型驱逐舰上。 该炮最大射速每分钟4000发,射程5000米,反应速度换,精度高,威力大,并且中国在该炮的基础上还研制成功了陆基版本的陆盾2000进防系统,用了拦截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和巡航导弹。 730进防炮,尽管730进防炮射速高达4000发每分钟,但是面对两倍音以上的反舰导弹时还是力不从心。 为此,中国在该炮的基上,增加了4个炮管,研制成功了HPA-11型11管30毫米进防炮,也就是大名鼎鼎的1130进防炮。 该炮射速超过每分钟一万发,是目前世界上射速最快的进防炮,可有效拦截两倍音速飞行的反舰导弹。 1130进防炮,而且在实战中,1130进防炮,是作为最后一道防空火力。 敌方大量的反舰导弹已经被舰在防空导弹拦截。 最后的漏网之余只是很少数,在1130高达每分钟一万发的射速面前,几乎不可能突破防空火力网。 目前1130进防炮已经大量安装,在052D和055行驱逐渐上,连辽宁地已选择了这款射速恐怖的进防炮,作为最后防身火力。 从当初051行驱逐渐上,进防火力量胜于无,到如今世界最强进防炮。 在海军巴架的大浪潮中,进防系统也是人民海军游说到墙的一个缩影。 更多有趣好玩的军事文章,视频,图片,电影,游戏,关注中午四位面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